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台风架我个人认为 对股市来说 不单纯只是放台风架的问题而已 有对股市解围的味道 对台北股市解围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记不记得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台北股市是跌了90年 礼拜一台北股市跌了90年 很多人担心 台北股市高点没过这样下来 会不会步入空头市场 当礼拜一台北股市跌90年的时候 当天晚上欧美股市也是大跌了 可是我们礼拜二跟礼拜三 两天的假期 国际股市这个来回波动是很大的 国际股市这两天来回波动是很大的 那好的一点是 美国股市虽然礼拜一晚上大跌 可是礼拜二跟礼拜三 尤其像昨天 压回尾盘又拉高收 连续两天 这边少了一根棒子 这少了一根棒子 这是上礼拜五礼拜一 然后礼拜二少了一根棒子 礼拜二跟礼拜三连续两天又大涨了回来 所以让台北股市今天开完之后 能够马上吃下一颗定心丸 所以我说这两天假有为台北股市解围的那个味道 因为礼拜一晚上美国股市稻穷是又跌了 礼拜一晚上稻穷是又跌了166点 所以照那个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礼拜二我们没有放台风价 那一定又是要再跌一点 一定我会下一个天 那只等到礼拜三 礼拜二晚上美国股市涨 礼拜三又涨 台北股市才会缓和才会上来 可是这多下跌一天 会让很多人吓到 就放这两天的台风降 国际股市跌下去又回来 回来我们正好完全都避开 我们正好完全都避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国股市其实这里面波动虽然很大 可是还是没有脱离我们所预告的 相形的整理 18000到18350 这350点的相形整理 所以既然美国股市到从沙拉区又能够回来 那么这个行情还会再持续走盘局 那么台北股市你就可以放心 你就可以放心 好昨天美国股市主要在涨像苹果 昨天涨了0.76% 前两天苹果跌的还蛮凶的 可是又传出来 三星Note 7 那个电池出问题之后 虽然有人预估说 大部分会买苹果的 还是苹果原本的用户 至于三星的用户 不一定会转苹果 可是在昨天最新的一份报告出来就是 针对大陆的市场 针对大陆的市场 原本三星的用户 因为大陆也有手机 三星的手机烧起来了 针对大陆的调查 原本三星的用户 有高达大概37%的人 可能会改用苹果的手机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份报告 但目前三星在大陆的市占率已经不高了 以前高达20几%现在已经降到 只是那8%而已 可是光是8%里面的37%其实人也不少 人也不少 所以这份报告出来之后 让苹果的股价昨天吃了定心丸 苹果股价昨天涨了0.76% 可是昨天美光是跌了3.1% 昨天美国股市涨最多的几家公司 像3D系统 直刷的水 跟3D练义有关系的 昨天涨了3.5% 另外昨天美国重工业的部分 像Katerpillar 这是属于重工 像专门生产一些重的 比如说挖土机这些重的工具的 昨天大涨4.48% 那石油股昨天也大涨3%到4% 有OPEC的会议 有做了一些承诺 但这个达成动产可能要等到11月 可是彼此之间 大家有互相的一个 离浪的问题存在 那石油股昨天大涨3%到4% 这个对于昨天美国股市的稳定性 是很重要的 那昨天更重要一点是 因为前几天 欧洲股市跟美国股市在跌 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大的银行 因为被美国课了 罚款还蛮多的 所以导致于德意志银行股价最近一直在跌 跌得还蛮夸张的 破了历史低廉 那昨天有传出来 德国政府会经援德意志 所以德意志昨天逆势回升 把整个欧洲股市跟整个美国股市 全部都给稳了下来 昨天德国股市因为这样子 德国股市涨了76点 那包含美国的银行股 昨天也平均涨1%到2%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 之所以能够回稳的主要原因 好 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也全部都上来了 欧美一稳 亚洲都跟着上来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目前涨了75点 几乎快要把礼拜一的跌幅 全都快吃掉了 比较可惜的是量700多亿 很多人还是回不过神来 所以不敢买 所以无量情况之下 选股还是重点 无量之下选股还是重点 那既然苹果在昨天股价回稳 那么相对的 平概股也是今天盘面上的稳定要求 这里面包含2330的台积电 目前涨了4块钱 真的是成也苹果 半也苹果 那3008的大力光 今天涨了50块 2354的真顶 目前涨了2块钱 4958的 刚刚是红准 现在真顶 涨了1块钱 所以平概股的部分 2474 可成 可成今天就比较弱 因为可成最后这一波 涨了比较凶 我们在270万的时候 股安怀了 可是可成是下来 这个下来 半年线的地方 跟月线的地方 240里 还是很强的支撑 你要接 等压怀再接 当然平概股的部分 我个人比较看好 还是属于还没有涨的 因为最近平概股 都已经涨了一波 唯独剩下还没有涨的 瑞宜 瑞宜是属于还没有涨的 因为目前股价还在 6年的底部 还在6年的底部 今年获利 一股大概8块钱也跑不掉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平概股的部分 涨高你去追也没意义 反正这个还没涨的股票 也可以特别留意 这个随时说动就会动 随时话要叮当就会叮当 那比较强的股票部分 你看比如说 我们会员手中持股的部分 5469的汉宇伯德 汉宇伯德今天又来高点 今天又再次来一次 12.7 这个随时会供出去 礼拜一的时候已经报答量了 所以这个随时会供出去 以他目前 每股账面的净值 高达27块钱 股价连进成一半都没有 这种股票 只怕不压回 压回都是买 压回现在资产已经来到12块钱了 水星买是有个公跌 那掏地 2929的掏地 这个也是 下都下不来 随时都会冲着股票 1262 绿月 绿月间一开盘之后 一度又来前高 来到165块钱 可是这一波 毕竟他的涨势 在所有类股里面 算是可圈可顶的 你把它含全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 这波其实是很强的 已经涨了30块钱了 已经去30块钱了 那来到前波高 自然而然 有些获利了结盘会有 那短线没得每天假年 可是他既然敢来探前高 这个后面会供出去 这个后面供出去 这个回下来也是找买点 这个回下来也是找买点 那重点其实都在悬股的部分 你看一下航运股 2612 最近普罗地海指数 最近普罗地海指数 表现相当强 前两天特别给大家看过 上礼拜 你看普罗地海指数 这个涨幅相当的夸张 这个涨幅相当的夸张 这里面尤其 BCI 海峡星的指数 这个涨幅更大 海峡星的指数涨幅更大 你看海峡星的指数 就光是这两个月而已 光是这两个月 涨幅就已经两倍多了 如果以今年的涨幅来算的话 高达12倍 高达12倍 所以这个对于第四季的航运股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今天航运股 在上礼拜五抢了一天之后 今天有回落的一个味道 中航是因为要减资 所以暂停交易到10月7号 中航的气势是最强的 因为它的股本规模最小 大股东持股高达64% 持股最高 那如果我们今天 长方出席部分 来跟大家谈新兴航运 来跟大家谈新兴航运 为什么谈新兴航运 因为在散装货轮里面 因为散装货轮它的运费 一定是随着 国际的一个运费标准 来做调整 那既然在9月份 运费指数出现大涨狂飙 那么注定了 你现在已经确定了 9月以后到年底这段期间 散装货轮的运费 也会越来越高涨 那么对于股价推升 会有直接的帮助 好那在国内散装货轮的部分 有哪几家公司呢 义航 新兴 育民 中航 这个暂时停止交易 直到10月期 台航 惠阳 包含新贵的 四围 这几家都是属于散装货轮 那这些散装货轮里面 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谈新兴 因为新兴的获利是最好的 新兴上半年 每股获利 0.71 在所有散装货轮里面 你看域名 我们来看域名 域名上半年的获利是赔钱的 赔了1.3 如果以2612 中航上半年也只有0.44而已 2617 2618 2617台航 上半年也是随意两平的 唯独最好的 是新兴航运 上半年有0.71 由其他 毛利率都能够维持三成的毛利率 而且负债也是最低 只有30%而已 因为散装货轮不管你是运输股或者散装货轮 他需要买船队 所以本身来说 他跟银行借款的比例都会很高 比如像2606 域名负贷比例高达64% 阳明 2609 阳明的负贷比例高达84% 2603的 长龙负贷比例高达70% 因为他们需要买船买飞机要很多钱 所以负贷比例都会很高 唯独2605的阳明 西兴负贷比例很低 所以这个在整个体质上面是最好的一家公司 毛利也是最高的公司 获利也是最好的 可是股价今年度以来 运费指数已经飙涨了 今年运费指数已经飙涨了 可是 西兴航运它的股价 却在今年的低点 股价却在今年的低点 以今年度每股获利应该有机会来到两块钱 一两块钱来算北比只有九倍而已 所以往往每年年底从10月11月开始 都会进入它的运费高峰 所以这个有利于航行走一波多头 这个每年的第四季跟第一季 都是航运股的旺季 目前股价在18.25 你看每股净值高达30块钱 高达30块钱 所有个人认为 在礼拜一礼拜五大涨之后 礼拜五大涨一根之后 礼拜一小红今天压回 这个压回是一个很好机会点 这个压回是一个很好机会点 我想在18.2到18块钱这附近 是一个压回很好承接区域 那每年的第四季跟第一季 都是运输股的旺季 去年也是 第四季跟第一季都会涨一波 那这个地方 加上国际的一个运费指数 出现了飙涨 我想这是一档很好的机会点 尤其在大牌目前无量情况之下 有些股票涨到你不要去追 这种低基期的 加上开始进入旺季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那现在整个强盘充据的部分 就跟大家谈线性航运 提供给大家做操作上的参考 我们下午见